我看啦 OK 那我們 OK 那我們把 OK 那我們把櫃子裡面的東西全部拿出來 那我們就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裡面有什麼東西 OK 那我們把櫃 OK 那我們把櫃子裡面的東西全部拿出來之後 我們接下來看看 OK 我們 OK 我們把櫃子裡面的東西全部拿出來之後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裡面有什麼東西 OK 那我們 OK 那我們櫃子裡面 OK 那我們 OK 那我們這四 OK 那我們這四層櫃子全部拿 OK 那我們這四層櫃子裡面的東西 全部拿出來之後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有什麼東西 那那一區呢 那那一區呢 就是一些 那那一區呢 就是一些 那這一區呢 都是燈光區 就是有一些空 那這一邊呢 這一區呢 全部都是空光區 就是有一些空光設備啊 有 柔光照啊 柔光 那這一區都是燈光區 就是有一些柔光片啊 柔光照啊 還有柔光的東西 還有空光的東西 那這一區呢 就是一些 那這一區呢 就是一些 那這一區呢 都是一些兔 那這一區呢 都是收音區 那這一區呢 都是收音用的工具 那這一區呢 全部都是收音用的工具 那這一區呢 全部都是收音用的工具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兔毛 那這一區呢 都是屎 那這一區呢 都是收音用的工具 那這一區呢 都是收音用的工具 就是各種兔毛 各種防風罩之類的東西 那這一區都是收音用的工具 那這一區都是收音用的工具 就是各種防風罩 各種泡棉之類的 那這一區都是收音的工具 就是各種防風罩 還有兔毛 那這邊有幾根腳架,那邊有一些特殊的金屬支架 那這一區都是收音區,就是有一些兔毛、防風罩之類的 然後有幾根腳架,有一些更多的配件 那這一區呢 那這一區都是布料、背帶區,像是有相機背帶、背包的背帶、還有一些小小的收納袋 布料的東西都在這一區 那我們的攝影配件真的太多了,那我把它硬分成兩區 就是一區是比較偏塑膠類型的區 那一邊就是比較偏金屬類型 像是兔龍、夾具、小小的金屬的棒子、快拆板、快拆座、夾座、管子 就是導管之類的,全部都在那邊 那這邊就是塑膠大部分都是GoPro用的配件 就是一些GoPro的鎖啊,然後GoPro支架,還有手機支架之類的 那這一邊 那這一大堆夾鏈帶就是 那這一大堆夾鏈帶就是各種配件上面的螺絲啊 還有特殊尺寸的板手 那這一區 那這一區全部都是螺絲 各種不同的螺絲 就各種的工具上面有各種不同大小 不同尺寸、不同長度的螺絲 各種品牌的螺絲全部都在這邊 反正有螺絲就來這邊就對了 那這邊呢 那這一區 那這一邊都是 那這一區就是各種不同的遙控器 這邊有各種的魔鬼氈 那這邊有各種的遙控器 那這邊有各種的遙控器 那我身後這邊還有幾... 那這邊還有各種的遙控器 那我身後這邊我就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分類的東西 我就放這邊 這裡還有幾個就是 收納袋啊,收納小小袋子 我都放在這一邊 OK 好,那我們就想辦法把它們全部再塞回去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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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